鐵飯碗每年搶破頭 最近就有民眾在網路發問 究竟靠哪種類足的公務員CP值最高 民眾表示不想要加班以及輪班 最好又可以前多事少離家境 文章一出後引發討論 而最多人說CP值最高的就是監獄管理員 因為他們堪稱休假最多高達17天 薪資還落在48000元到54000元 但監索管理員真的像外界說的這麼輕鬆嗎 被推薦CP值最高的監索管理員 事實上工作辛苦並不是外界想像的那麼輕鬆 談到公務員CP值這幾個大家都很不推 由於警察消防工作危險性比較大 被點名千兩名不推薦 但其實每個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 別人都只會看到表面的好 只有3D系統 實名系 黃世然 桃園 太陽